在家裡煮的綠豆薏仁湯 總是覺得綠豆煮出來太酸 或者是薏仁煮出來沒有湯 吃起來頂扣扣的感覺嗎 親愛的 千萬不要再一鍋煮了 綠豆和薏仁 一定要分開煮 不可以生態煲喔 首先 先把洗乾淨的 綠豆還有薏仁分開泡水 等等煮的時候呢 就比較容易煮到透爛 綠豆要泡一個小時 薏仁要兩個小時 今天要用的法法呢 就是雙出微電腦電子鍋 它是一個有隔間的電子鍋 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用一邊煮綠豆 一邊煮薏仁 不僅可以省時間 還可以煮出剛剛好的口感 我們準備煮囉 一人設定燜蒸40分鐘 另外一邊我們煮魚豆湯 設定燜煮40分鐘 煮出來的薏仁呢 哇這水潤飽滿 粒粒分明 我們加一點糖 除了可以讓顏色看起來 更亮一些之外 也可以放久一些 煮出來的綠豆湯 綠豆是綿膩的 想吃的時候呢 我們也要一勺一人 加一些綠豆湯 再放些冰塊 夏天這樣吃最消暑 欸不只是綠豆一人湯要這樣做 白玉紅豆湯呢也要這樣做 湯圓一定要分開煮 不然的話那個紅豆湯會咻咻的 一樣我們先把紅豆加水浸泡五個小時 要泡的夠久才容易煮到透爛 接著設定燜蒸一個小時 煮出來的紅豆 哇真是粒粒飽滿 而且沒有破皮 內層也相當鬆軟 加一點糖把它做成蜜紅豆 除了可以放更久之外呢 等等要吃就不用再調味了 想吃白玉紅豆湯 我們就利用另外一邊煮湯圓 現煮的湯圓除了比較嫩Q之外 不跟紅豆一起煮湯 就不會變得混濁 最後再加入蜜紅豆和水 熱騰騰的白玉紅豆湯 隨時上桌